中獎的幸運兒是住在科羅拉多州84歲的麥肯茲 她由兩個兒子和律師陪同下領取獎金 她選擇一次過領取在扣除稅項後 可以獲得2億7800萬美元的獎金 相當於大約20億港元 是美國歷來單一人奪得最多的獎金 她透過獎券機構發表聲明 說感謝當天在超級市場買彩票的時候 排在她前面的人讓她先買 結果中了頭獎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